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观众朋友们午安欢迎收看 1500新闻大白话特报 我是主持人翟轩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也邀请您现在同步拿出手机平板 或是开启电脑 来搜寻新闻大白话的YouTube频道 别忘了订阅分享按赞 还有开启小铃铛 更重要的是来留言跟我们互动一下 同时邀请大家也可以下载 我们TVBS新闻网的APP 在画面的右下方会有QR Code 扫描之后就可以开启推播 掌握最新的新闻消息 我们就先来欢迎这个阶段 加入我们讨论的来宾 资深媒体人王潜秋 翟轩好 观众朋友午安 还有时事评论员何豪毅 大家好 我还想说要不要加会流 对 资深评论员 好 我们紧接着来看 就我们刚刚在讲说 这个塔绿班 塔绿班现在变成 大家朗朗上口的一首歌曲 还不止一首 还有很多的创作 陆陆续续都在出来 这代表说 大家现在对于这个塔绿班 真的是有一种怨念 就是需要出口 所以我们来看 这边我们制作单位 下的标题很妙 吃夜绿深别害怕 加入塔绿班 人生不一般 怎么说 如果加入了塔绿班 因为现在很多人 可能面临到生计的问题 但是是不是加入塔绿班 就比较安稳一点 今天很多人都在抢这个五倍券 五倍券我们也看到 我们的天才IT大臣 一连推出了两首 两段影片 一段影片是哼哼唱唱 另外一段影片 它是发挥创意 变成了宝可梦 我们来听一下 对 要绑要快 但是今天大家都连不上去 要绑也没办法快 所以现在王美花不叫我们说 不要急吗 要绑不用快 再来我们来看 其实现在我们看到的 就是大家急着要赶快领五倍券 可是我们中央 还很有这个闲情意志 拍拍这种有人吗 然后或者是这种 宝可梦的影片 还有这个弄得这样兴高采烈 你这样远远看过去 有没有觉得很像 什么叉叉百货周年轻 有没有像这个浅秋姐之前 待过101 你们是不是都要布置了 这么的花俏 对 就感觉真的好热 加码又加码 这样说全民一起来玩 可是一般民众 到底日子是怎么过 我们来看 这个疫情之下 待用餐 我们上周五有跟他连线 就是那个阿兴 这个猪肉饭 控肉饭 他已经撑不下去 幸好是有新北的议员 原汁 原汁去帮忙募款 因为他说 他每天这样子电脑 很多人来领带用餐 他已经是没有办法撑下去 已经快要倒闭了 所以现在募款 期待有这样子善的循环 让他这样做好事的人 真的能够继续撑下去 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刚好前秋节也在 我们有跟阿兴来连线 所以大家其实 希望能够帮助他们 帮助些需要 受到帮助的人 再来我们也看到 隐藏性的失业 其实已经创下 11年的新高 四月份的时候 才大概15.2万人 现在已经来到了 17.2万人 所以增加了蛮多的 但是是不是 这是一般民众 你才会遇到的状况 如果你换一条路 你人生选别条路走 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昨天看到这个消息 民进党国务卿又开课了 说这一次国务卿的学员 这个其实很多 这种理工技职的报名 非常非常多 我念了理工 我念了什么技职 我不去找工作 是不是找不到工作 我去报名国务卿 我要去参加 这个政党的工作 因为去年的国务卿学员 有的已经成为政治幕僚 有的已经投入明年的选战 这是一种保证就业的概念吗 我们来看看 这当然是我们制作单位 创意发想 他就说 其实过去很多人 加入了像是这样子的行列之后 他们的薪水真的是不错 比方说林非凡 月薪9万 第一名月薪12万 洪慈庸也有12万 难怪教堂哥哥 最近要把这个餐厅也收了 他开了六年的月市餐厅 他收掉了 他也告诉大家 我就塔律班 是不是决定要加入 这个就业的保证 然后再来下面 如果你不是第一线的也没关系 你当第二线测译也是有的赚吗 是不是我们的林伟峰 现在是网军的第一人 大家讲到网军一定要提到他 或者是说相关的测译们 大家都为什么都要出来 是不是PO文 是有相对的收入 不得而知 但是为什么大家都愿意 加入这样子行列 这也是大家不懂 可是如果你真的要加入 这个行列的话 有几招你必须要会 我们有大概统整一下这个新招数 塔律班必胜三绝招 第一甩锅大法 就是都是类的错 就是别人的错 比方说像陈吉仲华 他就示范给你看 他说 那个你讲说我双标 不告纽西兰 你是无知 但是反过来说 人家讲说 过去中国 其实给我们那么多让利 反而是违反了WTO 所以过去让利 其实还是违规的 那你怎么不说 再来魔音川脑 我们刚刚讲到唐凤 唐凤唱这个歌 很多人看完就说 刚刚我们现场的尴尬癌 都快发作 想说他怎么这么放得开 好他这种魔音川脑 或者是华众取宠的一种方式 无力全开 无人没 这种方式 是不是也是必备的一个要素 再来就是网路语言 这两天大家也看到说 这个我们的燦哥 这个燦笑摸头 还要用这个三个W 然后一边夸号 还不能两边夸号 据说是网路的宅肥体 就是说一些学工程的人 他们自称宅肥 所以他们会用这种方式来讲 总要用这些网路语言 然后来拉近 跟民众的一个距离 所以你学会这三招 保证你加入了之后 这个前途无忧 这个收入无虑 钱秋姐 的确是这样 其实从我小时候 现在已经长得很大 太大了一点 小时候我身边有一些朋友 参加民进党的营队 当时他们还是在野党 但很多的我的朋友里面 已经就在里头 占了一些重要的角色 跟位置其实 现在更是如此 现在很多小朋友告诉我说 他们要去打工赚钱 其实最好赚公路费的地方 其实就是民进党 民党中有很多小编多的是 他们的空缺又多 那么中央跟地方的各种预算 吓死人多到吓死人 所以真的你刚刚讲 就业保证完全没有问题 的确是失业率攀升 现在哪里最受欢迎 其实最有受业保证 的确就是民进党 民进党的相关平台 所谓的塔绿班集团 他们其实就对人家 就讲塔绿班很感冒 很介意还要去霸凌别人 说这是一种霸凌 是一种恶意的扭曲攻击 可是他们过去 怎么扭曲别人 我刚在外面跟他聊说 光我那时候就被讲嘴秋 他们有多少人用各种黑的图 更不用讲 这个以前最红 我们在总统大员之前 在高雄市的时候 叫黑韓供应链 只要能够黑韓国瑜 把他人生丑化扭曲 把那个秃头一扭再扭 让他整个人变成 不管是情色 或者是无知 或者是无脑 把他所有的优点 整个人缺点 就是他们的黑韓供应链 就可以赚很多钱 然后上片通告 跟赚各种流量 而且供应链后来变产业链了 还不止如此 连国军招生 都还要采一个光头在地上 这都不算 但是现在那个产业链要改方向了 现在就变成所谓塔律班集团 这个产业链轮到了民营党 再来长期来运用的时候 就变成一个很厉害 你看看所有的侧翼 其实有个特性 网路上有一些很会攻击的 这个侧翼去留言的 其实一般来讲 很少人 蓝军的支持者 很少人会去对这些 那是谁人 我听过 或是焦糖哥哥 不是很无害吗 他就儿童台 现在突然这么激进的 去做这些攻击的时候 其实蓝军支持者 很少会去管他们 大家会比较对 不管是陈其仲 苏贞昌 蔡总统的留言 可是他们这些小朋友 就很厉害了 他们就只要掌握 几个重要趋势 比方说第一个 我觉得小朋友 我当时听到一个网军小朋友 来跟我说他不太 对不起是良心想来跟我做 不要说告解 就是说他想要离开那个地方 想告诉我真相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就像 第一点你们讲的甩锅大法 第一点一样 他们必须要把事实扭曲出来讲 比方说陈其仲 他说WCO他要去告发 可是人家我们这边禁止 大陆这边进口的农产品 高达630项 这本来就是一个不对等的关系 我们六箱进去对方的水果 绑双个结 让人家知道就只检查这六箱 叫做绿色通道的概念 然后人家检查 连这六箱都出问题 那你还要怪谁 还要去WTO告 你为什么不告纽西兰 为什么不告日本 因为你标准不一 可是明明知道事实是这样 第一个如果你加入 这个塔利班集团 你就要先忽略这个事实 把它倒过来讲 然后再来你就是要想办法 有创意 甚至丑化自己也没有关系 我就很佩服唐凤 我过去碰碰他的时候 他是一个在数位专长上 很被人家尊敬的一个科技界 算是还蛮厉害的 新兴的材质型的 我看他现在可以让我气皮疙瘩起来 很难忧的在做这些表演 其实如果就行销观点 他也达到他的目的了 他的确是让大家忍不住 要看他几眼 但是只是觉得不太舒服 那这个做法 有没有办法跟他的专业成就 成绩做连结 事实上如此是 他宣传了自己 这个影片不知道拍了多少钱 两次影片拍了多少钱 不知道 可能又是国家预算帮他推荐了 然后这个装可爱的唐凤 唐凤送 造成了什么素贵的效益 大家大当机 早上连YouTube都当掉 是因为大家都五倍卷被他害的 一起被牵连 像这种效益就跟他的专业无关 可是他却在婆婆他自己 史实上却对实际上 民众要运动的时候 产生很大的问题 不然就要网路语言 戴风向装可爱 这个就是现在能够成为 打绿班集团的重要的三个要素 对 还有就是要去黑别人 这也是他们必备的这种秘技 对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在我手上有这张截图 他就说唐凤五倍卷教学影片IP 这个律委说可爱又清楚 自家人当然是要护航一下 不过他们真的是很会用这些招式 我们只是列举三招 光是他们的招式 我相信十招都不止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这个塔绿班真的是升官发财 好一个 要加入塔绿班 只有一招要学 跟各位教一下 这上礼拜突然变红的一本书 叫做厚黑学 你脸皮要厚 心肠要黑 加入塔绿班必学的原则 有三个层次 厚黑学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厚如城墙 黑如木炭 这个是最基本的 你如果做到这样子OK 还可以 第二个层次厚而亮 黑而硬 你如果能够做到这两件事情 中阶干部大概 就可以到这一阶了 外围有机会 只会基本的只能在第一阶 对 我遇到林伟峰的时候 我印象对他非常深刻 他当年还是个 刚出道的清纯小伙子 他看到我之后 我记得他讲了一句话 非常印象深刻 他说我跟你写同一场记者会 为什么你的稿子 就是写得比我好 所以他很心虚的 来向我学习 我那时候印象非常深刻 这个是个好的 还不错的一个年轻人 怎么会后来反串到出世 那种心肠之黑 让你无法接受 你没有办法联想 当初这样一个善良的年轻人 怎么去黑心到这种程度 去抹黑别人 用反串的角度去抹黑别人 还好他稍微出来 有稍微道歉一下 虽然他道歉不是很彻底 我勉强相信他还有良心 这是第二层次 第三层次是黑而亮 黑而无色 厚而无形 就是说即使是 你明明知道是黑心的事情 你站在一场的讲台上 你都可以大放厥词 比如说今天的陈时中 他就讲 我就说错了一句话 我说错一句话都不行 我告诉你说错一句话 就是要负责任 你就明明不是主持 那个3加11的会议 为什么你可以说成是 明明是陈宗燕 明明不是陈宗燕 为什么是 你可以说成是陈宗燕 说完了之后隔天 你就说那我说错了 说错要负责 你负了什么责任 800多条人命 还没有算到 打疫苗死亡的人 就光是3加11之后 因疫死亡 我们不能算他直接等号 不能算直接等号的原因是 到现在 我们的法医研究所 就一直跟那个 跟那个卫福部 就一直没有去查那些人 是不是死于疫苗 或者是死于那个 他到现在没有画上等号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800多条人命 在你的面前 就是说错一句话 我又怎么样 我不能说错一句话 这种心肠之黑 这种程度 难道不是应该从这里面去学习的吗 后黑学 各位如果你想加入塔律班 这本书一定要去念 对 所以我们现在一般人 就是在外面工作真的是不好找 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说 我还是就像是教堂哥哥 或者是一些侧义 当然我们这边教堂哥哥 应该是要列在这一区 他可能还没有进阶到这边 但是他很积极 他也希望谋得一个公职 他也想要出来选这个市议员 或者是王浩宇 他们都很积极 想要在这个名人榜上面 赶快往上串生 得到这一个最上头的这个青睐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样子这国务卿的这种开课 其实我们觉得 这个现象也是满让大家觉得 就是有一点像是潜谍文化的感觉 因为当你看到我们的IT大臣 也要这个样子 或者是说我们的灿哥 也要用这种网路语言 其实我们有查一下 就有人说这个宅斐体 其实出自就是说 好像比较不是那种主流文化 有点次文化那种感觉 可是为什么现在包含了灿哥 包含了这个IT大臣 甚至是我们看到很多 像是蔡英文 苏贞昌 这些脸书上面的梗图 都要开始用这样子的语言 来做一种好像对年轻人的一种洗脑吗 钱秋姐 其实他的训练营 当然不止这个国务卿 从之前是包括了 要深对企业组 他们的各种训练或连结营 然后到年轻人 各个政治派系 都有自己的训练营 有包括包括西航廷 提根立法委员 他们自己都有自己的 派系的训练营 然后用来就是培养自己党中央 进一步希望能够运用的 这些党工跟人员 可是这整个过程 其实就是他们的强项 我们在不是要说取笑他们 而反而觉得他们 其实抓住了时代的潮流 这反而是为什么 他们可以一直长期 把年轻人票死死抓住的原因 年轻人他们就透过了 这个教改之后 已经觉得现在他们 其实不太想搞清楚那些历史 无所谓大人的事情 他们现在就觉得好玩 好笑 就够了 现在所以我们的政治人物 也就是搞成这样 就只要好玩 好笑 讲得无厘头 那虽然说 最后那个摸头据说 他其实是一个有点性骚扰 是一个负面的网路人 就是性骚扰人家 然后有的这样行为的模式 而且有这个动作被人家取笑 结果他拿来用 但是变成年轻人才懂这个梗 当然老人家我以为是柯文哲 没人知道的时候 可是他重点就在于 他的TA很清楚 我们的国家政策 需要这样子的政策方向 我们的政策当然是要有一个制高点 然后知道我们这个国家前景 跟发展的目标在哪里 对于整个后面的10年20年 台湾的发展 至少要有一个目标跟方向 现在完全是短期的 今天的流量 明天的流量 今天的话题 明天的话题 然后都符合了这些年轻人 搞笑 欺负别人 或者是霸凌别人的这个目的而已 那对于整个国家政策 不重要 但他网路上的声量有了 好玩有了 年轻人就黏着支持了 但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可以 大家评估跟了解的一个面向 那表示这一招对年轻人有用 我们自己做父母的回家 就会好好教育自己的小孩 要有自己的判断能力 而其他的政党在野党 也是不是也要有同样 但不要学 可以学方式 不要学本质 这个本质是让我们的国家政策 还有我们的真正的方向 失去了一个目标 我们甚至茫然的这一代 就业率 其实明明为什么 他明明毕业生 尤其是几年毕业生 失业率这么高 无薪价 那么甚至薪资水平真的低 可是看起来为什么年轻选票 是他们的 所以他们很厉害 绿营很会懂得怎么样 把这个年轻人都吸来 这个绿营 他们有系统的在栽培 然后这样一接一接的往上走 可是对比蓝营 现在不是在选举 就说40岁以下的这个党员 少之又少 所以看看人家绿营 人家怎么样 这样在招募年轻人 这样在壮大自己的声量